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的 前幾天突然滑FB 看到一個推送廣告 機甲巨大娘 看到這巨大的廣告 本則為觀眾試圖的心態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讓我看看 倉物殘響 遊戲開發商為中國的盟國網路 原本的公司也在18年已經註銷了 公司負責了眼更換 原因未知 但團隊看起來是沒有更換 台灣本次的代理就不知道會找誰了 不過肯定也是直贏的啦 遊戲在2020年正式發布 歷經了兩次內撤 並宣布於2022年上架 從遊戲的介紹跟例會 看得出來廠商是想要用什麼樣的特色 來吸引男性玩家族群 像放肆少女或者少女迴戰這類 就是以養老婆為導向的遊戲 光明正大的指球非常容易讓我接受 而對比之前介紹過的新生計畫 要裝不裝的態度反而會讓我玩得很火大 而近期真的太多爛大街 只剩下捲美術跟塞滿課金內容外 毫無市場差異的遊戲了 導致近期讓我有印象的就剩下無情迷途了 而這款目前也在預約中了 如果是口味跟我差不多的 到時候可以去嘗試玩看看 但就美術跟劇情方面 我個人覺得還是值得一品的 而超無慘想這款遊戲 也看得出來廠商是想企圖深造劇情含量 雖然我個人覺得劇情文本上可以再更刀一點 但目前來說還算可接受 大部分也都有語音配音 除了常規PPT式的過場 在重要環節上還是會有動態演出 倒也不算是完全擺爛 不同於多數的日系遊戲 為了強調玩家的帶入感 主角通常就只是個看戲的啞巴 不然就是會有一個外置的發言人 但這款遊戲很難得的是有配音 如果你不喜歡 也可以去設置中關閉 這點還是要給予好評的 關於遊戲中巨大娘跟世界觀的設定 如果開頭的劇情沒看懂 後面還會有另一個視角跟故事線來補足 簡單來說他們都是用於戰爭的兵器 類似設定的動漫作品也蠻常見的 總之為了防劇透就不多贅述了 就看後續編劇怎麼發展了 而美術方面的二次元濃度 不論是巨大、玉姐、勒肉、絲網、武士、黑肉、大腿、蘿莉、哥德風等 也算是匯聚各家大雜會的全家統了 當然審美方面各有所好就不過多評價了 不過有個角色的例會 我是真的看不懂 或者是我的美感不到位 這獸爾娘看起來是真的有點詭異 但畢竟其他是真的給的太多了 本刺淡劇 但通常這類遊戲的裸露尺度 如果是陸版肯定會因為審查、舉報、投訴 影響後續上架或者角色的外觀被和諧 所以未來台版或者國際服上架 肯定會有很多中國玩家湧入 可惜這遊戲沒有聊天室 看來還是看不到血流成河了 而戰鬥玩法方面依舊是放置型回合制 但好在廠商還是有稍微下點功夫來提高策略性 避免又是那種直接捲美術賣素質的片刻遊戲 玩法在機制策略上略顯複雜 需要點學習門檻 沒辦法靠AUTO一路掛到牢 這方面可能會勸對一群玩家 尤其前面有幾關難度比較高 站位上需要講究 沒辦法讓你一鍵無腦打通關 像有些自帶爆炸或者傷害爆表 其實每個角色的攻擊範圍射程不同 靠同樣的配置並不能當通解 可能這一關你可以滿心通關 下一關就無法 例如前期的魔王關 如果你只想無腦硬幹的話 大概會被打到懷疑人生吧 而戰鬥人物的建模方面還算不錯 不是Q版的三頭生帶過 或者可怕的3D建模 人物的細節還原還蠻到位 該凸顯的部分還是有保留 不過這戰鬥場景方面就真的不太優了 2D的人物搭配3D的建模 割裂感蠻嚴重的 還不如全程用2D背景來得好 而感覺到時候公測也是不會改了 而戰鬥配音跟動作有時候會對不上 像如果使用戰鬥加速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種狀況 類似的問題也會發生在角色圖件上 在切換角色聽取語音的時候 會完整播放上個角色的語音 並不會立即中斷或者彈出 但也不算大問題 後期優化就好了 而幾個關卡之間會穿插劇情演出 能在最低限度下保證玩家的遊戲體驗 避免只是淪為單純的掛機放置遊戲 還有個可愛的小細節 在指揮室中 玩家可以上中下路的戲弄這位小妹妹 會觸發不同的劇情對話跟動作 可惜這點並沒有實裝到其他角色上 另外有個維護池的好感度玩法 可以透過小遊戲來增加好感度 每次演出的角色不同 且能觸及互動 但玩家扮演的這個小人 真的太讓我出戲了 而目前也比較像是半成品的玩法 留待後續開發 那講講養成方面 對於一款本質還是養老婆的遊戲 肯定都是喜歡誰就養誰 但資源獲取方面 真的是被官方掐得很死 以商業角度來說能理解 但玩家可能會玩得很痛苦 尤其像星級的定位很不明確 通常如果同為高星角色 可能強弱會有差別 但也不會說到完全沒用 也通常會比低星角色強一點 但像這位三星角色 攻擊力超低 而且技能的特性是 半血後全場暈眩 發動條件上比較嚴苛一點 本身作為坦的嘲諷 也需要升級技能後才能解鎖 這升級技能你可以當作是角色的突破 其他技能的被動表現也略嫌尷 我一開始看他是個高星角色 就直接往上拉等級 結果變成一個在初期不上不下的角色 暫時只能當花瓶使用 也因為沒有可重置試錯的機會 投入的資源就直接沉沒了 相同的問題也會發生在其他角色上 外加目前技能數的獲取來源比較有限 導致各類低星角色的投資爆酬率 遠大於高星角色 某方面來說也是平衡了一般玩家的體驗吧 如果到時候公測 我應該會認真去翻翻大佬的角色評價 也建議未來如果想入坑的話 務必先去看一遍相關攻略 至於那種一次性的首抽推薦影片就免了吧 最後講講課經典 6480金石約3000元 10抽約在700元左右 也算常見的價格了 而依照說明 50抽後會逐步提升2%的抽取概率 除非你臉太黑 不然一般80-90抽應該都能抽中 不過遊戲中目前是沒有保底當期角色的 也有角色專屬的裝備要抽 但成本相對較低 而且也能用遊戲幣代替 不過目前的角色還蠻多的 加上一個角色就要三件 這樣算下來要抽到的機率也是蠻迷的 而未來會不會賣實裝就不好說了 結論 越漂亮的女人 又會騙人 越巨大的女人 越要小心 整體評價來說 還算是可玩 沒有過於雷人的談廣告機制 且帶點策略的玩法還算是不錯 這樣另一款純3D賣肉的 我就沒辦法了 雖然看起來不是什麼大作 但作為收菜富有 還算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喜歡的是 非二次元類的策略遊戲 我最近也在評測另外一款遊戲 到時候各位可以再參考看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GDE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誰 SEO 我來說 我看一下 是不是 垂暹 他和ova 未關